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尊敬的各位老师 尊敬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请掀开盛学根之根 第一册 第十一页倒数第二行 我们从续小耳语六言开始学起 修四将佛打点 烧钱埋勉神明 栽来鬼也难躲 行恶天字不容 这个修呢是新建的意思 新建寺庙 打点则是指的汇度跟打通关节 烧钱就是指的烧纸钱 埋勉神明是说呢 请求神明来免除自己的罪 所以这句课文 完成 完成 它的目的的 无法达成的 我们要知道 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不爽的道理 当我们造作了恶业 遇到恶元 而感召恶果的时候 也就是当灾难临头的时候 你去求神仙 求鬼神 都没有办法免除这个灾难 所以我们要是做了恶事 所谓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行恶事 就一定呢 会受到因果的制裁 上天是绝对不会宽容的 所以 因果报应 这个真理呢 这是宇宙之间存在的一个 自然的 定律 并不是说 我们用什么方法 去贿赂神明 贿赂鬼神 就可以宽恕我们的罪过 绝对没有这样的道理 所以说 鬼神 缘不迈腐 就是在阴间执行法令的 这些 执事 官员 都是秉公执法 绝对 绝对呢 不是说我们去做一点什么好事 烧一点纸钱 就可以给他打通关系 在人间 也许这一套把戏还行得通 可是到了阴间啊 我们知道阎罗王铁面无私 怎么可能再去贿赂这些神明 这些鬼神呢 所以 一个人 他只要 力行善事 修善积德 自自然然 就能感得 百福 平真 千详 云集啊 这个我们在后面 在学习 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 音质文的时候 就能够更深入地 去了解 其中的道理 而谭虚老法师 在影城回忆录当中啊 也记载着一个 发生在近代真实的故事 让我们体会到 因果报应的真实不虚啊 那么 这是 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地贤老法师 他是天台中的祖师 有一年 他到北京去 弘法 讲经 那么经过了 烟台 这个地方 就恒他 一个归一弟子 他是烟台的道理 是地方官 他姓武 叫武庸 那地贤老和尚呢 就跟他的这个弟子 说了一个 真实的故事 有一位 有一位成某 他姓成 那么是出自于一个官宦的家庭 而且家里呀 非常的富有 那么平常呢 他经常啊 去做一些 行善积德的事情 还经常啊 去建造寺庙 去供养出家人 也去做了很多的好事 那么后来呢 这个成某啊 他在上海就死了 那么留下了他的夫人 就非常的想念他 那么当时我们知道呢 在近代啊 上海这些地方呢 都是外国的租界啊 所以当时就有很多外国人 在这一带活动 那时候有一个法国人 他就精通鬼穴 什么叫鬼穴呢 就是啊 他可以把一些刚刚死去的鬼魂 招回来 因为我们知道 当一个人善恶还没有论定的时候 在中阴身的阶段 并没有决定他一个去处 是投生到六道当中的哪一道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刚刚死去 很多人还是处在中阴身的状态 所以这个法国人 他就有本事 可以把这些鬼招回来 让思念他的家人呢 可以跟他谈谈话 见见面 可是他要的价钱很高 一次啊 就要人家给他 拿一千块钱的好处费 那么因为成家 家庭非常富有 所以这成太太呢 也不在乎这点钱了 就把这法国人请到家里啊 想跟他的先生啊 说说话 到了晚上 这法国人 就在他们家的客厅 摆好了坛 这电灯一关啊 就在里面念咒啊 念念有词的 可是他念了半天啊 却没有见到一个鬼 前来 结果这个法国人 就很沮丧啊 说这个鬼啊 已经下到地狱里去了 怎么叫他都叫不出来 这成太太听得又气又急呀 她说你要没本事也就算了 你干嘛还拿这个方法来骗我呀 这法国人就说 那要不信的话 如果你们家还有其他刚刚死去的人啊 我还可以再做一次 那么我给你稍微减一减价 降到五百块钱就好了 那么刚好成太太的大儿子啊 也是刚刚死了没有几天 那么他的大儿媳妇呢 也非常思念他的丈夫 所以啊 就请着法国人 把丈夫的鬼魂啊 招回来 于是就把他生成八字 日期 死亡的日期呢 都告诉他 那么这个法国人 他就重新登塔做法 结果这一次呢 不带一会儿的功夫 这个鬼啊 就招过来了 那么他就非常的忏悔 在生前啊 吃喝嫖赌 无所不为 所以呢 造了这些恶业之后啊 他现在啊 还在阴间啊 受审判 所以这个鬼就跟他的家人说呢 你们要赶紧啊 替我做点功德 读经啊 这个做好事啊 赶紧来抄把我 后来家人就问他说 为什么招你的父亲都招不来呢 结果这个鬼啊 就跟他们说呀 听说我的父亲呢 已经堕到地狱里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父亲原先非常贫穷的时候 他在北京做官 那么有一年 刚好呢 山西这个地方收成不好 就是闹了饥荒了 所以朝廷里面呢 就派遣他的父亲到山西去振灾啊 而当时国家就发了六十万两的银子 让他去救度这些灾民 而那个时候 他的父亲因为很穷困啊 见钱眼开 所以啊 就偷偷地啊 把这些救灾的钱款 都放到自己的口袋里了 那么因为这个事情 就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 那么这时候成太太心里非常不平 她说你父亲 这一辈子做的善事可不少啊 天天呢 都去修造佛寺啊 去救济一些苦难的人啊 那么即使他过去做了这些错事 但是将功抵罪 也不至于下地狱吧 结果他的儿子啊 就跟他说呀 虽然我的父亲 后来做了很多的善事 但是呢 终究抵不过他的罪过了 你看当时山西的这个灾情 成千上万的人都等着这个国家来救济 这样他们才有粮食吃 才有这个生活的费用和物资 可是他全部把他贪污了 就饿死了许许多多的人 这个罪过非常重啊 所以他说 虽然他后来发达富有的时候呢 也做了很多好事 但是功归功 过归过呀 他做的这些好事 将来是可以到天上去享福 这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善恶是没有办法抵消的 那么现在因为他欠了这些成千上万的人 这个命债 他要偿还这些命债 偿还这些钱财 要先来做这个补偿 因为他的恶太重了 所以恶的果报啊 就先献钱了 后来虽然做的善事 但是这个善的力量还是很薄弱 所以帝贤老和尚说到这件事情 就问这个吴道尹 因为呢 吴道尹和陈某家是亲戚 他说这件事情呢 在当时的上海啊 闹得很长的时间 整个上海这一带地区的人呢 差不多啊 都知道这件事情 那么你们既然是亲戚 你究竟知不知道 有没有这回事呢 那么吴道尹啊 就跟他的老师帝老说呀 说这陈某当时在北京做官 正是他最穷的时候 那么这个事情呢 很难说有还是没有 我也不敢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呢 也许有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呢 一个人他行善 他作恶 终究是会有报应的 做善得善报 行恶呢 会得恶报 这个因果 报应是丝毫不耍 那么有人说 一个人作恶 那么作恶 为什么他还没有受到这个恶的果报呢 有人行善 为什么说他的善的果报 没有办法马上献钱呢 我们看到这幅墨报 上面写的这些话呀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果的真理 所谓为善不畅 必有于秧 秧尽乃昌 我们看善恶 因果 它是一个交错交替的 一个复杂的关系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说一个人 他一生都行善 可是为什么 他的家道 却没有办法昌盛 他为什么在 现在世 没有看到善果 现钱呢 那是因为 他过去生所造作的罪业 这个恶的果报 还没有消尽 当他恶业消尽的时候呢 他的善 这个果报 现钱呢 这个家庭 这个个人 他就会 兴盛 就会昌盛 而为恶不灭 必有余德 得尽则灭 你看有的人 他一生啊 做了很多恶事 可是好像老天 还没有降下灾秧 来惩罚他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他过去生当中 所造的这些 善的这些德啊 善的果报啊 还没有享尽呢 等他享尽了之后呢 恶的果报现钱了 这个因果啊 终究是逃脱不掉的 所以佛经当中说啊 历尽千百节 所作业不亡 你看我们 行善或饥饿 就像种下一粒 小小的种子一样啊 这个种子 它是永远都在那个地方 绝对不会消失 不会消灭的 就如同我们所造的业啊 即使经历了千百节 这么久的时间 它还是不会消亡 而最重要的是要遇到 这个因缘 遇会时 因为因跟果之间 它有一个缘 就像一个种子 它是需要阳光 雨露的滋润 许多条件 它才能够成长起来 如果这个种子 我们把它放在桌上 它可能放了多少年 它也不会啊 长出和苗出来 所以这当中有一个缘 而当这个因缘 遇会的时候 果报 保还自寿啊 这个果绝对是 丝毫不爽的呀 因缘聚会的时候 这个善因得善果 恶因得恶报 它就会最终的现前 所以对于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呢 我们应当啊 要相信不移 要深信不移 绝对不能够有怀疑 所以我们看到这句课文 修四将佛打点 烧钱埋免神明 栽来鬼也难躲 为恶天字不容 这就是说明 我们因果报应是真实存在的 并不是我们去贿赂这些神仙 佛菩萨就能够啊 侥幸的 免除这些果报 那么 这个道理是强调因果的 这个重要性 那么并不是说啊 你不要去修善积德啊 而是说善有善的果报 恶有恶的果报 善跟恶 功和故 它是不能够相互抵消的 而关于修建寺庙 塑造佛像这桩事情呢 我们还要再稍微 这个介绍一下 佛陀的教育 因为我们知道呢 佛教是佛陀对九法界众生 至善圆满的教育 其实辱世道 这圣贤教育啊 它的本质呢 都是一种教学 我们不要把它当成迷信 认为说我去造个佛像 修个寺庙 我主要是要来求取福报 那么这样的一个见解呢 虽然也不是错 但是啊 对于佛教 对于儒世道教育的本质 没有认识清楚 就是各个宗教的圣哲之人 他来到这个世间 教化众生 最重要的就是 靠这个讲经教学 来劝导人们 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所以像释迦牟尼佛 这49年所说的一切的经典 他所说明的内容 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我们能够认识到 这个事实真相之后啊 我们才有真正觉悟的可能 并且呢 能够真正的脱离六道轮回 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 那么说这个人生 是指我们的自己 而宇宙呢 则是说我们生活的环境 所以佛菩萨阿罗汉 他都是啊 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 义务工作者 那么换句话说呢 他是一个教育家 他最根本的 是要把宇宙人生的真相 教导我们去明了啊 所以我们学佛 要真正有理智 有智慧 而不能够偏于迷信 而修行是什么呢 这个修行就是 把我们对于宇宙人生 种种种错误的看法 想法 还有说法 做法 把它修正过来 这个 就是修行啊 所以佛教修行的纲理 包括觉正静 觉而不迷 正而不邪 静而不染 所以我们说 我们归依佛法僧 归依三宝 是不是归依这个 泥塑木雕的佛像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其实并不是如此的 佛法僧 这个佛是代表觉 法是代表正 僧是代表静 所以我们归依佛法僧 就是归依觉正静 能够做到觉而不迷 正而不邪 静而不染 这就是真正的归依 并且呢 我们是勤修戒定会 习灭贪嗔痴 通过这样的方法呢 能够达到觉正静的目标 而在修行方面 我们基础是三幅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夜三幅当中啊 首先就是教导我们 要效养父母 奉侍师长 慈心不杀 修实善业 而这个内容 其实也就是我们学习 圣学根之根 最为根本的 最为主要的内容 就是三幅的第一幅 那么修学的基础啊 是这三幅 储师待人皆悟 要依六合 修六度 尊普贤菩萨的行愿 归心净土 归心到西方净土 那么这个佛陀 佛陀教化的这个目的啊 就达到了 功德啊 也就圆满了 所以我们对于 如是道三家 这个教育啊 一定要有一个 清醒的 清楚的认识 才不会呢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产生一种迷信的 一种 看法 好 我们接着来学习 下一句的课文 平时畅旺 糟糠 复日 娇贤 甘指 天心 难可 人心 哪个 知足 饿死 那么平时 畅旺 糟糠 就是一个人 他贫困的时候 畅旺呢 是说他失意惆怅 情绪很落寞 而有所盼望 这个糟糠呢 是指 酒扎跟米汤 那么穷人 他用来冲击的食物呢 是这些很粗略的食物 而复日 焦贤 甘指 焦 是傲慢的意思 贤 则是嫌弃的意思 甘指 是指的美食 就是当一个人呢 他很有钱的时候啊 有钱 没处花呀 每天呢 都是 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他还嫌 这个饭菜啊 不好吃 嫌着衣服啊 不够华丽 天心 难可人心 这个天意 天心是天意的意思 难可呢 这个可 是指的 相称 适合 所以 老天爷啊 总是满足不了 人心 无穷 无尽的欲望 无穷 无尽的追求 哪个知足 饿死啊 这个知足 就是指的 他知道 满足 的意思 所以 这个知足 就是说 满足于 已经得到的 或者说呢 虽然他得到的 很少 可是啊 他已经 心满意足了 那些呢 不会再 希求更多的 更好的 所以这句课文 这个意思是 告诉我们 有的人 在贫困的时候啊 他非常的难过 非常的 失忆 那个时候呢 他天天盼望着 我要是能够吃到 一些米糠啊 酒渣 这样的粗 粗 粗 粗的食品 他心里就感到 非常的满足了 可是呢 当一个人 富贵的时候啊 每天啊 都吃着山珍 海味啊 结果呢 反而啊 每天都吃不下去 还觉得 这个东西啊 一点都不好吃 所以所谓的人心不足 蛇吞象啊 你看 这老天爷 再怎么 满足人心的需求啊 人还是不知道知足啊 如果一个人 他能够知足 常乐的话 你想哪个人 是因为知足 而饿死呢 所以老子才说 知足不辱 知止不代 可以长久啊 一个人呢 如果 他能够少欲知足的话呀 那么即使呢 是过着贫穷的日子啊 他也是能够安平乐道的呀 那么说到这个糟糠这个词 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过 这个糟糠 他的本意呢 是指的 穷人用来冲击的酒渣 米汤等等 这些粗略的食物 那么关于这个糟糠啊 在中国的历史上呢 就有一个传颂千古的故事 非常令人感动 这是发生在这个汉朝的时期 宋红 这是宋红的一个故事啊 那么我们知道 宋红啊 他是汉朝时期的一个大臣 他的德行 非常的好 而当时 汉光武帝刘秀 他的姐姐胡杨公主啊 新寡之后呢 也就是说他失去了他的丈夫 有一天呢 官武帝就和他的姐姐 共同在谈论 说这个朝廷里面的大臣 哪一个人啊 品德能力各方面最好 就胡杨公主呢 就跟他的弟弟 光武帝说啊 他说 宋公威荣德气 群臣莫及啊 这个宋公就是指的宋红 他说宋红他的德行 气量 这个 他的气度 可以说啊 在所有的大臣当中 都是比不上的 就是他的德行跟才干 是最好的 那官武帝刘秀 他听了就挺欢喜的 难得啊 有姐姐看得上的 这个臣子 所以呢 他心里啊 就想着啊 想要替他的姐姐胡杨公主 来做个美 那你说皇帝都亲自出马了 大家会觉得这个婚事啊 肯定呢 是十有八九 是能谈成的 于是在召见的时候 胡杨公主啊 他就躲在这个屏风后面 听着君臣之间的对话 那么刘秀就对宋红说呢 他说艳雨有言啊 说贵意叫负义气 人情乎 那么我们看呢 当一个人 他这个贵显 非常显达的时候 以前呢 是很贫贱 现在很富贵了 那么富贵了 一定呢 就要换一群富贵的朋友 就把呢 以前啊 在一起生活的老朋友 比较贫贱的朋友啊 把他忘了 那么当一个人有钱的时候啊 那么当然三妻四妾啊 多娶几房的太太 娶几房老婆 小妾 这个呢 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刘秀就对宋红说 你看这是不是人情 人之常情就是如此啊 那么宋红 他这么聪明 当然就听得懂 皇上的言外之意啊 可是他是一个非常正直 品德非常好的一位大臣 他马上就跟皇上说呀 他说啊 陈文贫贱之之不可忘 遭康之期不下堂 这意思就是说啊 贫贱之交啊 你看 我们跟这个朋友 是在患难的时候 相互帮助 才走到了今天 那么这样的朋友啊 你一辈子都不能够忘记 他对我们的恩德 而遭康之期 是当年和我们同甘共苦 便手执着的这样的妻子 你看遭康 这吃的粗烈的粮食 一起走过苦难的生活 那么这样的妻子啊 可不能够因为 今天我富贵了之后啊 就嫌弃他 就这个 就看不起他 就要另外去 攀附这些 有权有势的家庭 重新去 去三妻四妾了 不能够这样做 这是一个人应该有的品德 所以光武帝听了之后啊 感叹的说 事不协议啊 那么换句话说 这个婚事是谈不成了 就是皇帝亲自做媒 给他的姐姐做媒啊 也做不成了 虽然这个宋宏 他婉言谢绝了皇帝的好意 但是皇帝呢 反而啊 因为他的这种品德 而对他啊 更加的恭敬 所以宋宏呢 也没有辜负朝廷 对他的信任跟期望 他做官的时候 非常的正直而廉洁 而且很能为百姓着想 甚至于呢 对于皇帝 他都很敢于直言的觐见 并且他为汉朝的这个朝廷啊 也推荐跟选拔了很多贤德的人 贤后推荐了三十多人 甚至于呢 有的官位还做到了宰相 所以宋宏 他的这种气节 这种品德呢 是一个做官之人的 非常好的榜样 即使他的官位做到很高 他呢 仍念念不忘啊 要报答自己这个家庭的亲人 这种恩德 所以呢 他把自己所得到的俸禄啊 也都啊 用来去赡养整个家族当中的 这些老人啊 这些孩子啊 去帮助老人能够啊 过上幸福的晚年 帮助孩子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 所以他自己本身呢 并没有什么私人的财产 而都拿出来呢 去帮助家族和老百姓当中 有需要的人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连结的好官 就有一次呢 光武帝在宴会当中 去宴请这些大臣们 就在这个宴客的过程当中呢 宋宏就观察到说 在皇帝的这个寓座的旁边 有一幅新的屏风 上面呢画着许多美女的这个像 那么光武帝在宴客的过程当中啊 不知不觉的就扭过头去 欣赏这些美女的像 这个细节呢 就被宋宏观察到了 于是呢 他就劝勉皇帝说呀 要是陛下啊 好德如好色一样 就好了呀 就是说 如果呢 陛下仰慕这些美好的德行 就如同好色之心一样的身 这样就好了 那么光武帝听了之后呢 知道这个宋宏啊 所指的就是他 不停地在看屏风的美女 这个事情 所以马上呢 就改过 令人呢 把这个屏风撤掉了 所以宋宏呢 就觉得 这个皇上啊 他能够愿意听 大臣们对他的劝谏 所以感到呢 非常的欢喜 觉得这个皇帝呢 是一个非常奋发有为的好皇帝 好 那么宋宏的故事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请接着看下面的这句课文 甘甜下咽不绝 是非出口难收 可怜八尺生命 死生鱼刃舌头 好 那么这个甘甜是指的甘苦 那么 这个甘甜啊 就是还有一个版本 是做甘苦 那么是指味觉的这种酸甜苦辣 下咽呢 是说吞下去咽下去的时候啊 其实啊 过了这三寸舌头之后 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滋味了 而是非出口难收啊 这是非就是指口舌的争端 那么当我们把这些 人我是非的这些言语 说出去的时候 是无法挽回的 可怜八尺生命 可怜就是很让人惋惜的意思 这八尺生命呢 死生一刃舌头 一刃就是完全任凭舌头啊 在掌控着人的生死命运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警醒我们 所谓病从口入 或从口出 一定呢 要注意自己的言语 所以说味觉的酸甜苦辣 其实呢 当这个食物啊 经过我们三寸之舌之后 其实就没有什么分别了 而对人的这些评论与褒贬等等啊 我们一定要谨慎 就说话一定要谨慎 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一旦呢 说出口 就无法挽回了 那么我们如果对于人的这种评论 有了偏颇 有了错误 当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 只是会影响几个人的这种生育 可是如果我们是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 我们讲话也很随便去评论人的是非对错 而不负责任的去说出这些言语的话呢 那么它的影响可能就会非常的大 所以言语一定要谨慎 这是古人 古圣先贤 你尊尊告诫我们 言语的重要之处 言语的重要性 所以 纵使 有八尺长身躯性命 也只能万息 任凭呢 这三寸不烂的舌头啊 来掌控人的生死跟命运啊 从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体会到 这个言语 是多么的重要 那么我们就看到 在师父上人会客的客厅当中 就挂着一幅金人铭 那么这个金人铭 它是一个石刻的踏本 是在清朝的道光年间所堪客的 那么这个石碑啊 有一点破损 所以我们看到中间呢 有一道破损的残痕 可以看出它是 古时候留下来的一段碑文 然后这个碑文的内容呢 对于我们很有启发性 它这段文呢 是出自于孔子家语 就是教我们 要如何的三针其口 也就是说 我们的言语 一定要谨慎 小心 要注意自己的言语 这段金人民开头就说啊 孔子关州入后继之庙 那么孔子他进入太祖后继的庙堂之后呢 就看到右臂之前有金人铭 就看到这个庙堂啊 右接之前呢 就有一个金人 而这个金人呢 是三针其口 这个三针其口就是说 他言语啊 非常的谨慎 这样的一个意思 而明齐备曰 在他后面呢 刻着这样的一行字 说是 古之 圣言人也 就是说 这是古时候啊 一个言语非常谨慎的人 那么这个金人呢 就供奉在啊 后继庙的庙堂之前呢 所以这个金人铭就说啊 戒之在戒之在 无多言 多言多败啊 就是让我们一定要警戒 要提高警觉 千万不要多说话啊 多言多败 有时候呢 一个人的是非成败啊 往往都是他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啊 都相关联的 都会决定他的成败 所以是劝勉我们 千万不要多说话 无多事 多事 多患 安乐 必戒 无形 所悔 所以教导我们 千万不要多事 多事之人啊 就会 多有患难 那么前一段时间 我们跟 周教授 跟张教授啊 陪同师父上人 一起用餐的时候 餐后呢 就是教授们啊 都在谈论很多 这个历史的故事 都是很发人深省的 那么当时呢 这个开启厅了之后呢 就跟几位老人家报告啊 说在 雪宫老人 所 讲解的 论语当中 就看到一则故事 非常有趣 这雪宫老人教我们 千万不要多事 多言多事啊 他说在历史上啊 我们知道三国时期 周瑜 曾经说过啊 寄生于 何生量 说过这样一句话 那么有人就 看不懂 这个是什么意思 所以就随便的评论 随便的解释啊 说这个周瑜 寄生于啊 就说周瑜的妈妈姓季 所以季生了于 生了周瑜 好 何生量呢 他解释为啊 说诸葛亮的妈妈姓何 所以何生量 其实这根历史的故事 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他不懂装懂啊 就乱说话 好 那么有人就问说 那张飞的妈妈姓什么呢 他就说啊 吴氏生飞啊 张飞的妈妈姓吴 所以吴氏啊 生了张飞 他这么解释的 所以我们说 千万不要多说话 言多必诗啊 千万啊 不要美是找是 无是生非 就是这个 虽然是个笑话 但是啊 确实都是很有 启发性的 所以这是这个金人民 教我们 一定要言语谨慎 那么之前 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 王羲之的三个儿子 跟谢安的故事 也是同样的道理 当时谢安就引用了 周易当中的一段话 叫 吉人之词寡 造人之词多 用这个标准呢 来评判 王羲之的三个儿子 那么他就判断 这个三个儿子当中 是第三个儿子 王羲之最好 你看他见到长辈 他话也不多 只是简单的寒暄一下 不像两个哥哥呢 言语啊 非常的多 夸夸其谈的 那么在佛经 无量寿经当中也说 善护口业 不及他过 你看这个口业的重要性呢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我们看 在十善业道经 这是我们日后会学习到的 一部佛教的经典 在这部经里面 对于申口亦三页呢 它排列的顺序啊 是申排在第一 申三口四亦三 申呢就是 不杀 不盗 不淫 它是三条是排在第一的 而口业呢 它有四条 不两舌 不忘语 不起语 不恶口 那么这四条呢 是排在第二个位置上 一页是排在第三 不贪 不撑 不吃 这是食善业道经的排法 但是呢 在无量寿经里面 却是把口业 排在第一位 所谓申户口业 不及他过呀 所以这个口 口业 这是总说 申户口业呢 是提醒我们 这个言语啊 一定要谨慎 小心 而他的果得 就是不及他过 他呢 包括一切人事物 这个范围很广了 所以师父上人 特别提醒我们 我们学佛 学习圣贤教育 要从什么地方着手呢 首先就是要从 善户口业着手 之后呢 才是善户身业 跟善户义业 就是说 一般的中下根性的人 用这样的一种 循序渐进的方法 来修行呢 这是一个建教 的修行方法 而当然 顿教是以善户义业 为优先 就是注重我们的念头 因为这个念头是根本呢 所有一切的言语行为 其实都是从我们的意念 所产生的 所以从意念下手呢 那么渐渐的 我们的深业口业 就能够得到清静 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 这个言语的重要性是 古圣先贤 如是道三教呢 都非常重视的 一定要谨慎 自己的言行 所以在历史上 曾经有人问过 司马光先生 就是说你一生当中啊 这种德行跟学问 要从什么地方呢 去着手 去落实呢 那么司马光先生就说啊 要从不忘语开始 所以一生当中 所作所为 没有不可对人言的 如果有一些不敢 对别人讲的这些事情 他绝对啊 不敢说 也不敢去做啊 所以我们看德行的成就 司马光先生是强调 从不忘语开始做起 那么当然呢 能够做到这一点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内心 必须要做到真诚 我们内心 能够有成尽存心的话呢 那么当然 我们的口业跟深业啊 也都能够保持着清净 那么关于 我们现在学的这句课文 在历史上啊 也有这样的一个公案 就是关于天清菩萨的 一段故事 那我们知道天清菩萨呢 是印度的罗悦成人 那么他生活的年代呢 大概是新元四世纪到五世纪 这个时期 所以他是生活在啊 佛陀灭度之后的九百年 这个时期 是印度禅宗的第二十一代的祖师 那么天清菩萨呢 他在从前啊 一直专严的是小成佛法 而他的哥哥就是无助菩萨 在晚年的时候呢 是宣扬大乘佛法呀 那么他为了度化他的弟弟 能够回小向大 所以呢 就这个用善巧方便呢 来帮助他的弟弟 那么天清菩萨 他因为兄长的这种帮助呢 就得以听到大乘佛法的经论 他听到哥哥在讲解 于谐诗地论的时候呢 就是对于这个论里面的 这个义理啊 他感到非常的微妙 非常的殊胜 因为我们知道天清菩萨 他之前呢 是严学小成的经论 对于大皮菩萨论的义理啊 是非常的深入的 所以当时他 在为大众宣讲的时候 他每天做一首祭送 做了六百首祭子 称为巨舍论 那么后来因为他的哥哥 无助菩萨的帮助和教诲呢 他就忏悔啊 自己对于大乘佛法的偏见 他就忏悔自己过去 所造作的这些罪业呢 就跟他哥哥讲 他觉得这几过去的见解 确实很浅薄 想不到呢 大乘佛法是这么的 微妙殊胜 所以他跟哥哥说啊 他说因为我过去 非常的顽强偏执 经常毁谤大乘 这个罪恶非常深重 那么这都是因为 我的舌头啊 所造作的罪业 所以我想要割掉 自己的舌头 来忏悔这个罪业 那么他的哥哥 无助菩萨呢 就劝勉他呀 他说你既然知道说 你当初毁谤 大乘佛法的罪业 是因为舌头所造成的 那么从现在开始呢 你就可以用舌头 来宣扬大乘佛法的教义 来赎罪 忏悔你的罪过 否则的话啊 你割掉再多的舌头啊 也没有用啊 从此之后呢 这个天亲菩萨 他就非常努力的 来弘扬大乘佛法 所以后人呢 就称他为千步论主 为什么是千步论主呢 就是他造了小乘的 五百步的论 也造了大乘五百步的论 所以他就一心一意的 弘扬大乘佛法 造了为师论啊等等 这些影响非常深远的 大乘的论主 并且啊 他有一部净土论啊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 无量寿经 优婆提舍 愿生计 所谓这个净土五经一顿 这个论呢 就是指了天亲菩萨的净土论 这个后来天亲菩萨 活到了八十岁 也是想的高寿啊 并且呢 用他实际的行动呢 来忏悔了以前所造作的这些罪业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体会到啊 这句经文所教导我们的 这个口业的重要性 我们八尺的生命啊 怎么能够任凭这个三寸不烂之蛇 来摆布呢 我们一定要利用我们这身口意的三叶啊 来多多的为众生做好事 而千万呢 不要因为这些口舌是非啊 而造作罪业 好 那么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句的课文 英寻堕漫之人 偏会引说天命 一年不悟浓丧 一年忍机受动 好 这个英寻堕漫呢 英寻是说啊 一个人他得过且过 而不求上进啊 堕漫是说 他非常的懒惰 非常的懈怠 那么这样的人呢 偏会引说天命 偏就是指的意思啊 只会引说引呢 是牵连的意思 天命是指的 上天所主宰的命运 他觉得呢 这命运是上天所主宰的 那么我勤奋也好啊 懒惰也好啊 那跟我的命运都没什么关系 所以每天呢 都得过且过啊 不想要求上进 那么下面就谈到一年不悟农商 这个悟就是从事于农商是指的农市农业的生产 那么如果这一年 如果这一年悠悟度日啊 不知道去播种去耕地的话呢 一年忍机受冻啊 所以说一分耕耘得一分收获啊 如果我们懒惰懈怠不思耕耘的话 那么怎么能够期盼有好的收成呢 所以这句课文就是教导我们 当一个人他不求上进 而且非常的懈怠和懒惰的话呢 这倒不搭紧 他还有他的理由 他的借口 他借口是什么呢 是以天命为借口来推卸责任的 他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老天赐予的 老天安排的 跟我上不上进努不努力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见解 要知道啊 所谓的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你看古时候是一个农业的社会当中 那么农夫呢 他每年都要耕种田地 职丧养残 要很勤劳的来工作 他才能够有收成啊 如果不重视 不求上进 不重视呢 这些农业生产啊 这些努力的话呢 最后的结果 就是每一年呢 都是悠悠度日 而且到秋天的时候 根本没有什么收获 只能够挨饿受冻了 那么这个呢 是这句课文的字面上的意思 所以是教我们一定要勤劳 要能够啊 非常勤勉地 来从事于 自己所做的这个行业 那么今年 我们在过新年的时候 那么因为 19年12月31号这一天啊 那么我们觉得 有一些工作呢 要及时地完成 所以那天晚上呢 我就一直做到很晚 12月31号的晚上12点 才把呢 首相的事情做完 那么紧接着 马上就要过年了 12点刚做完工作 就听到外面呢 响起了鞭炮的声音 才知道现在呢 已经是2020年了 所以我觉得那天呢 已经工作到很晚 所以就赶紧去休息了 结果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啊 就收到了 成功大学王维勇教授 发来的一封信 那么那封信呢 就是在12月31号的 晚上12点之后 发来的 这个原因是啊 之前我们有跟王教授呢 征求一篇文稿 结稿的日期 就是12月31号 那么因为老教授 非常的忙 所以他那篇文稿 就也是一直写到了 12月31号的晚上12点 那么第二天 他跟我说 第二天是1月1号了 他就跟我说呢 我因为呢 还在这个学校里面 帮学生在批改作业 所以你帮我检查看看 我昨天半夜写的稿子 有没有什么错字 所以那个时候觉得 哎呀 本来觉得自己很辛苦 12月31号半夜 还在工作 可是居然看到 这六七十岁的老教授呢 不但是写稿写到半夜12点 连第二天1月1号早上 都还在帮学生批改作业 心里就非常的感动 就是老一辈的老人 他们那种敬业的精神 对于教学工作的勤勉跟认真 那么记得我们在英国汉学院的时候 当时呢 因为这个周院长刚刚过世 所以第一届的同学 所写的这些论文 那么院长呢 当时还没来得及批改的时候啊 老人家就已经走了 那么当时正好呢 是王教授在英国汉学院这边 教课 结果白天呢 一边要教课 那么晚上呢 就还要去批改 这第一届学生 所写的硕士论文 如果他不这样认真的工作的话啊 这些学生啊 当时都没有办法顺利的毕业 通过这些点点滴滴呢 就体会到这些老人家 那种勤勉认真的精神 那么记得呢 当时王教授来教授 圣学根之根的课程的时候啊 他的眼睛啊 刚刚动过手术 但是他贝克非常的认真 他的讲义呢 都是一笔一画的写出来的 手写的 那么虽然当时刚刚动过手术啊 眼睛还看得不是很清楚 所以写的字呢 还有一点啊 不是那么工整 有点模糊 但是呢 他就是一笔一画的呀 把他写出来 他就是要教导学生啊 即使啊 他已经是贵为资深的老教授了 而且他是教的圣学根之根 这个盟学的课程啊 面前的小朋友啊 都是年轻的学生 都是十几二十岁的这些年轻人 但是呢 即使是这样 他一点都不马虎 一点都不苟且 还是认认真真的啊 就像在大学教博士 教硕士一样 认真的贝克 亲自的写这个上课的讲义 我们看到这个场面非常的感动啊 那么后来有一次 王教授在讲圣学根之根 最后呢 讲到百孝师的时候 那是他老人家后来在极乐寺 在台南这边 讲根之根最后的几堂课 当时呢 因为他每个星期啊 要在不同的学校去授课 当时就有一点感冒 声音非常的沙哑 但是他扯着这沙哑的嗓子啊 声音呢 还是在极乐寺的二楼 非常认真的给学生讲解百孝师 那么那时候因为汉学院的学生 都去英国读书了 在现场的学生啊 并不是很多 而老教授的声音当时又很沙哑 他仍然是这么认真的 一堂课不落的来授课 所以从这些老人家的身上啊 我们学习到了那种 非常的勤奋 非常认真负责的 这种敬业的精神 想起这些点点滴滴啊 都非常的感动 那么这句课文 这里谈到一年不务农丧 我们说这个农丧啊 我们自古以来 中国呢 是一个农业的大国 所以 这个上至帝王 下至平民百姓呢 对于这个农士的生产 都非常的重视 那我们知道 最初呢 在上古的时候呢 是神农士 来教导百姓们 种植五谷 振兴农业的 所以神农当时 尝百草啊 能够这个 传授这个 种植 农业 以及医药方面的 这些常识 来治疗百姓的疾苦 所以 神农士呢 跟我们国家的 这个农业生产啊 是有非常 卓越的贡献的 那我们在 朱进舟老居士的 梦恒记里面啊 就读到过 我们中国自古以农 治国 那么 皇帝 是如何的重视 农业的生产 他有 老人家有一段 记录呢 也是非常的宝贵 因为在古时候啊 由于重视农耕 所以天子呢 就有这个 吉田之礼 通过这个礼 就可以 就可以体会到了 春耕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其实呢 这个 这种礼呢 在 礼记的阅历当中 已经记载的 非常的清楚 他谈到 天子三推 三公五推 清诸侯九推 也就说 在这个吉田礼当中啊 无论是天子 还是诸侯 三公啊 九卿 诸侯啊 他们呢 都要亲自的示范 耕种 用这种 这种示范呢 来鼓励天下的 这些农夫 重视农业的生产 而吉田之礼呢 是在仙农坛举行的 举行这个礼的时候啊 除了朝廷当中 全体的官员 要参加之外啊 你想这是皇帝亲自 去主持的 那么在皇族当中 皇室家族当中 比较年轻的 亲王贝勒也好 都要来亲自参加 这个礼 那么这个礼节的过程 也比较长 最后呢 是皇帝亲自下田 把预先准备好的铁梨啊 慢慢地在推动着 这是表示连天子啊 都亲自来耕种 那么这种仪式 是教导 土天下的百姓呢 要把农事生产呢 就是作为我们立国的 一个根本 要看得非常的重要 你看 连皇上都亲自动手离田 那么当然呢 我们一般的百姓家呢 就更要认真的来从事于 农业的生产了 所以师父上人也特别地提醒我们 要重视学习二十四节气 当时朱金周老先生 在回忆录当中就有谈到 因为他是张太炎先生的女婿 那么有一年呢 张太炎先生啊 也是很久没有跟他的女儿见面了 当时他在日本 他的这个小女儿啊 到了日本 见到自己的父亲的时候呢 那么太炎先生啊 没有叫他背 什么大经大论 而是呢 让自己的小女儿 要把二十四节气背下来 为什么呢 在古时候 除了农夫要懂得 二十四节气相关的知识 才能够及时地耕种啊 播种啊 收割啊 他都是循着一定的天时的 那么即使是妇人女子啊 在家里负责 全家大小的饮食 对于二十四节气呢 也要了解 这样的才能够把一个家呀 治理好 所以古人都非常的重视 那么这个礼 我们刚刚说到的 在仙龙坛 皇帝亲耕的这个传统 确实呢 是从周朝啊 就开始 那么在明清时期 成为国家的 非常重要的 祭祀的典礼 我们看皇帝啊 都在这个典礼当中 亲自的耕种 这种表法呢 是非常有意义的 好 那么这一句课文 他虽然说的是农商啊 但我们知道 自古以来 所谓市农工商 这各行各业啊 都是如此 不仅仅是说农业的生产 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 那么我们从事 不同的行业呢 同样的啊 也要啊 能够这个敬业负责 能够呢 勤于工作 这个社会当中的 各行各业呢 大家都非常的勤勉 认真的工作呢 社会啊 才能够正常的运作 好 那么这句课文 我们就学到这里 请接着看下一句 天公不要防住 神道不少衣穿 强势将佛塑化 不如就些贫难 那么这个天公 是指的玉皇大帝 是指的玉皇大帝 神道呢 则是包括了天神跟地神 好 强势就是过渡的意思啊 塑化是塑造绘画 不如就些贫难 这个就则是帮助的意思 给予帮助 让他脱离危险 或者呢 是能够解脱他的困难 就些贫难 这个贫难呢 就是指的贫穷的 有困难的人 所以 这句课文 就是谈到 玉皇大帝啊 不需要人类供给的房屋居住 那我们知道 玉皇大帝 它是天人啊 在天上呢 有它的宫殿 它的生活啊 是我们人间 所无法想象的 天人的福报 都是非常的大的 那并不是说 我们给他盖了个房子 他才有房子来住 而神明不少衣穿 神明呢 也不缺衣服穿 我们都听过 所谓天衣无缝 这个成语的故事啊 那么天衣啊 这也是我们人间的衣服 所无法比拟的 所以这是劝勉 世人 不要过度奢华的 去塑造这些巷 去盖这些庙 与其这样呢 不如啊 把这些钱财 用来帮助 贫穷困难的人 也就是说 劝勉我们 要多行三种布施 修财布施 法布施 和无畏布施 其实这句话是告诉我们 什么才是真正的供养呢 我们隐身来说啊 我们真心的供养 佛菩萨 供养这些天神 其实最重要的是要将他们所 施行的教诲 佛菩萨在经典当中的教诲 能够真正的在我们 这个生活当中去落实 所谓的如说修行供养 能够依教奉行 来利益一切的苦难众生 这个呢 才是我们学习圣贤佛菩萨 最为根本的一个原则 所以我们修行 以及呢 我们学习圣贤教育 一定要重实质 而不要重视行事 所以我们看到这句 《无量寿经》的经文中说 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 利益心固 舍离一切执着 成就无量功德 我们看着这句经文呢 在深深的体会 其中的意理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一定要重视 把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的这种 慈悲利益之心呢 把它落实在我们的身上 而不要去偏执去执着 一些世间人所执着的这种做法 那么这个呢 才是真实的功德呀 那么我们知道 在台南 府城呢 有一座城隍庙 城隍庙里面啊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匾额 这个匾额呢 上面写了三个字 叫做尔来了 这个尔就是你呀 意思就是说 你终于来了呀 那么进入城隍庙的人 一看到这三个字啊 可能很多人啊 都会心里一震啊 在想说我到底 这生平有没有做了什么 亏心事 到时候呢 是不是被这些神明啊 会询问啊 会拷问啊 自己呢 来到这个城隍庙啊 可能就会有所反思 那么在这个城隍庙 门口也写着一幅对联呢 说 感恩缘并济 求喜福何不为善呢 就是说 你看我们人呢 有时候天天都求着 赵王爷啊 求着城隍爷 求着玉皇大帝 要给自己降福 可是求这些神明来降福 城隍老爷问呢 你怎么不自己多做点善事啊 多做点善事 自然就会感得善的果报 那么夏莲是写到 神灵非可路 就神明啊 是不能够贿赂他的 你以为做了点坏事啊 去送一点水果 送一点饼干 烧点香 来请求天神啊 请求城隍 城隍爷啊 来饶恕我的罪过 这是做不到的 忘赦罪 如果我们所做的恶事 太多了 想要祈求神明来宽舍我们的罪过 那怎么可能你多烧点纸钱 多上点香 怎么可能神明就会饶恕我们的罪业呢 所以我们看到太上感应篇说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啊 这个善恶的祸福都是我们自己所感召的 善恶之暴如影随形 这个呢 确实我们要深深的反思 这个 这一段的经文 那么城隍爷的故事啊 其实在历史上呢 有非常多的记载 我们在这里呢 举一段子不语当中所记录的 城隍替人训妻的故事 来跟大家分享 这是说啊 在杭州这一带呢 有一个读书人姓周 叫周生 那么他的太太非常的凶悍 一天到晚啊 都跟他的婆婆过不去 甚至于呢 这个媳妇凶悍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啊 他就披麻带笑的来拜他的婆婆 这个意思是什么啊 因为老人家死了 你才披麻带笑嘛 那你过年过节你穿成这样子 就是希望他早点死 所以这个媳妇儿是非常的凶悍 非常不孝的 那么这个杏州的读书人啊 他生性很懦弱 看到太太这么凶悍 他也管不了 于是呢 于是呢 他就每天啊 去跟城隍老爷啊 去写书文 去祈祷 就是希望城隍老爷啊 来评评礼 然后呢 能够啊 帮他制服这个凶悍的妻子 让他的母亲呢 能够过上点太平的日子 但是他写了很多书文 都没有什么感应 他就觉得这城隍爷啊 也太不灵了 就有一天 这位读书人呢 就梦到了一个 这个鬼族来找他 他说呢 城隍爷找你 于是呢 这个读书人就跟着 来到了城隍庙当中 于是城隍就跟他说呢 他说你的太太啊 不孝公婆啊 这个情况我早就知道了 但是呢 可惜的是 因为你的命里 只有一个太太的命 而还有两个儿子 那么因为我考虑到 你是一个孝子啊 不能让你们家 没有后代 断了香火 所以呢 暂时就容忍你的 太太 你知道我的这个用心吗 那么这读书人就说呀 我的太太实在是 太凶悍了 我的父母啊 每天啊 就跟这样的媳妇生活 实在是 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 而且呢 我既然跟我太太 这个恩义啊 都已经断绝了 那怎么还要考虑 生儿子的事情呢 那么于是城隍老爷 就问他说 那你们当初结婚的时候 是谁给你做媒的呀 于是他就说 是某某人做的媒 于是城隍爷 就把这两个人呢 也 这个押送过来 并且责骂他说啊 说这个女子啊 这么不孝顺 你们居然呢 还给他做媒 嫁给了这个孝子 都是因为你们两个 害了他们一家 所以就 这个命下面的鬼族 要给他这个责罚 结果两个人呢 就在说 哎呀 都不是我们的原因啊 他们这个女孩子在家里 我哪知道他这个 嫁过夫家之后 会这么不孝顺 于是呢 这个读书人呢 也替这两个媒人呢 求情 结果他就跟城隍老爷说呢 说我的太太虽然很凶悍呢 但是呢 对于这个鬼神呢 对于学佛的人呢 他还是有所畏惧的 所以如果城隍爷 能够把我的太太呢 请过来 给他一些惩罚 让他呢 能够啊 改这个忤逆为孝顺呢 说不定呢 我们家呢 家道还能转过来 那么城隍爷就说 说的也有道理啊 但是呢 你们这些人呢 都是很善良的人 所以平常呢 对待这些恶人呢 都是给他好脸色看 那么你的太太又这么凶悍 我要是不凶一点 也降服不了他 所以呢 他就派了这个蓝面鬼啊 拿着大锁 去把他的太太 把这个周生的太太呢 压过来 并且呢 就现了一个青面獠牙的像 让两边的这个鬼族 都拿着刀在旁边 这个守着 每个人都非常的凶猛 并且呢 这些地狱里的油锅呀 刑具呀 全都放在这个 城隍老爷的这个办公厅上面 然后很快的 这个鬼啊 就把这个不孝的妇人呢 压过来了 这个妇人呢 就跪在城隍爷的台阶前 那么城隍爷就把他 生平呢 不孝父母 不孝公婆的这些 罪过啊 一条一条的把它列出来 讲给他听 然后呢 就跟这个旁边的夜叉说啊 把他拉下去剥皮 丢到油锅里去 结果这个太太听了之后 吓得呀 就在那里大声的哭 然后就认 跟城隍老爷认错啊 他说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然后这个周生和两个媒人呢 也在旁边替他求情 然后城隍老爷就跟他说呀 看在你的丈夫啊 很孝顺 我姑且呢 就宽恕你一次 如果你回到阳间 再度了 这个犯同样的过失 对你的婆婆 还是这么不孝的话呀 那么下一次把你抓来啊 就真的要油锅伺候了 就要拿这些刑罚来惩罚你了 所以呢 就把这夫妇俩都放回去了 就第二天早上呢 夫妇俩啊 一醒来 发现说两个人做的梦 都是相同的 从此之后呢 这个凶悍的太太呢 就一改前非 就把以前啊 对婆婆不孝的这种行为啊 完全啊 都改过来 就开始呢 对婆婆啊 就 非常的孝顺了 后来呢 果然 还替周家 生了两个孩子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是在 子不语当中 所记载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么其实呢 我们看到子不语啊 粤威草堂笔记啊 还有更早的像聊哉至义 虽然这些书里面 有一些故事啊 是讲的预言 但是绝大多数的故事呢 都是历史发生过的 真实的事情 我们千万呢 要小心啊 注意啊 这个因果绝对是存在的 我们做恶事呢 一定啊 会受到惩罚 会有报应的 那么千万不要认为说 我用什么方法 去烧点纸钱 上点香 送点贡品 就能够贿赂这个神仙 贿赂这些神明 要知道因果的定律啊 是丝毫不爽的 所以说 我们看这幅墨堡当中 师父上人写道 道德仁义 是无人本具之性德 我们的人意道德呢 其实都是我们 真心当中本具的 性德当中本具的 这些德能 而因果报应 是天地化育之大权 这个天地鬼神 实际上呢 也是按照人 所造作的善恶的业 所造的善和造的恶 那么来决断 他将来的去处的 绝对没有他们自己 一丝一毫的意思 绝对都是秉公执法的 而利人实为利己 害他苦暴无尽 我们做一些利益他人的事情 实际上是利益自己 如果呢去害别人 去做一些恶事啊 这个苦暴恶暴 是无穷无尽的 所以呢 在《安事全书》当中 才谈到 人人皆知因果 天下大智之道也 我们看到 无论是印光大师 还是师父上人 都非常重视 这个因果的教育 我们看印光祖师 当年呢 他老人家 印了凡四讯 印太上感应篇 印安事全书 印的数量 非常之多 每一版都印了五六千本 而且是印了十几二十版 算起来呢 有三百多万册 那么在那个时代 我们看到 为什么印族 对于这些因果的 善书印的这么多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因果教育的重要性 如果人人都了解 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的话 那么自自然然 他就不敢造恶 那这种 这种教育呢 实际上是可以 带来家庭和乐 社会和谐 与天下太平的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认识到 这个因果的重要性 那么这里有谈到 我们看这段课文 特别有谈到 强势将佛述化 不如就些贫难 我们再稍微补充一点 因为释迦牟尼佛 他老人家就曾经说过 佛法的法运 是分成五个时期的 第一个时期是戒律成就 第二个时期是禅定成就 所以我们看中国历史上 学习禅宗的人很多 而且很多人呢 也是修行很有成就 真的是明心见性 大彻大悟 那么这是佛法运的第二个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多文成就 所以有很多法师讲经说法 在中国的历史上呢 这是非常的兴盛 而第四个时期就是塔庙兼顾 就是人们就开始喜欢造佛像 喜欢建寺庙 那么这个时期呢 开始啊 人们就不重视讲经教学 也不重视呢 佛陀教育 而是喜欢造佛像 盖寺庙 那么再接下来的时期是斗争兼顾 这个呢就更严重了 不但是不喜欢搞教育 也不喜欢去建寺庙 而是在这个佛门当中啊 相互之间呢 有很多的争斗 是斗争兼顾的时代 所以我们从这个 五个时期 佛陀法运的五个时期 可以看出呢 你看第一个时期 第二个时期 第三个时期 就基本上呢 还能够维持着 佛陀教育的一个精神 一个本质 就是重视戒律 重视修行 也重视讲经教学 真正是 把这个佛教式教育的 这个根本的精神啊 落实了 而到后面几个时期呢 又喜欢建塔庙 建寺庙 造佛像 甚至于在佛门里面 搞斗争 那么这个呢 就是佛法 开始衰微的 这样的一个时代 那么通过这个 我们补充这一点呢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明了 真正的如是道的教育 一定要恢复 它教育的本质 而不是只是图稿形式 一定呢 要把经典当中 所阐释的道理啊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落实下来 好 请接着看下面这段课文 是人三不过意 世人三不过意 王法天理人情 这个全然不顾 此生到处难容 好 那么这句课文呢 是人三不过意 这是说呢 一个人的良心上 过不去 三不过意 就是良心过不去的意思 哪方面呢 有三条 第一条是王法 这个王法 就是指的国家的法令 天理 则是指的自然的法则 人情呢 是指人之常情 所以有这三点 这个全然不顾 那么如果对于这三点 完全不顾 就是忽视的意思 不予理会和遵守的意思 此生到处难容 这个容是容纳 接受的意思 那么我们对于 王法天理人情 不能够通达 不能够注重 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呢 立身处世呢 就难以啊 有容身之地了 好 那么我们看这句课文 它的意思是说啊 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间 有三条准则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一个三条原理原则 如果我们违背的话呢 那么对于 自己的良心啊 就会不安 那么哪三条呢 首先是国家的法律制度 所以 佛在经典中说 不犯国制啊 我们在一个地方 在一个国家地区 一定要遵守这个地区 这个国家的法令规章制度 而不能够违法 这是第一条 就是佛经说的 不犯国制 好 那么第二条是什么 第二条就是因果循环的规律 这个因果循环的规律 我们在前面呢 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 第三条是人情 这个人情呢 就是与人相处的情谊 那么如果我们在一生当中 处事 待人 接物 对于这三条 完全呢 都不顾及 都不重视他 也不去落实 去实践他的话 那么我们一生当中啊 在这天地之间 在这人世之间 就难以 有 容身之地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人 他又不讲情 不讲理 也不讲法 那么他就很难在这个社会上立足了 那换句话说 这社会上的人们 没有办法包容他 接纳他 那我们说 这又如何 在这社会上 能够立得住脚呢 所以我们 做任何事情 都要顾及到 王法 天理 跟人情 那么 在这里呢 我也想要分享 一个小例子 就是今年呢 我们到德国去举行 去参加这个 祭祖的活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情 当时我在处理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也是脑子有点一根筋 就是完全呢 都觉得 从 讲理的这个角度上 来处理它 我觉得呢 我当时提出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很有道理 但是呢 这个理呀 只是 考虑到一个层面 就是只是考虑到某一个方面 而没有顾及到很全面的 这些人情事故 所以虽然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做的很有理 但是到具体落实的时候呢 却因为这个事情 决断不当啊 就把人情这方面 给忽略了 变成说呢 没有把人情的方面顾及好 因为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其实都要讲伦理道德 它有一个掌佑尊卑的顺序的 但是我们只是单凭 我觉得这个事情 从理呀 从法律呀 从规章制度这个角度上 我觉得这样做很合适 可是没有考虑到说 同时也要兼顾到 人情当中的伦理道德 也就是说我这样做 那么会不会伤害到 长幼有序的 这样的一个伦理道德的原则呢 当时因为很匆促 所以就没有考虑到很周全 那么结果呢 到了这个在德国 举办活动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就虽然我觉得事情 已经处理得很好 把每件事都做得很到位了 但是呢 因为人情没顾到 所以有些长辈啊 他心里呢就不高兴 那么到了事情要发生的时候 再临时调整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当时呢 我就跟一位长辈啊 忏悔 我说当时呢 因为情况很紧急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的处理的时候 只考虑到一个层面 就是合不合理 这个道理的理 所以考虑到这一点 但是对于合不合情呢 我就没有把它过多的再去考量 这样子 那么这个长辈呢 就教导我 他说啊 其实很多事情啊 都是在你很急的时候啊 往往处理不好 那么当时因为这个长辈 有在旁边听到我处理这个事情的这个过程 他说其实他在旁边 这个旁观者清啊 他当时觉得我这样做呢 不是太圆满 就是没有情理法 各个方面全都照顾到 而只是急着要赶快把这件事情处理 就是让他有个结果 这样子 他说呢 很多事情啊 都是在你很急的时候 那么这个情理法这上面 三方面都没有考虑好 所以虽然你很认真的把事情做好了 但是把人情啊 却伤害到了 那他说你这样做事情也是不圆满的 所以师父上人之前啊 也是常常提醒我们年轻人 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从小在这个学校啊 一般的学校接受教育啊 没有受到很多传统文化的熏陶 所以往往呢 你们都是只会做事 不会做人 那么这个话就很有深意啊 你会做事 那肯定了 这法令规章制度啊 一些礼啊 是顾得很好 可是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人情事故是否有考虑清楚 有处理好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不能单单只是 考虑到我事情做好了没有 那么这个做事的过程当中 也要顾到说 我人情的方面 我是不是也符合了伦理道德的标准呢 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是我们一个切身的体会 当时我就非常惭愧啊 非常忏悔 觉得自己年轻气盛啊 这个事情没有考虑周全 就轻率地去做出决定 这是说我们生活在世间 确实做任何事情 对于王法天理人情各方面呢 都要能够顾及到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天理 天理在文昌帝君英志文说 做事虚许你天理啊 那么这个天理也是这个 太上感应篇当中 经文上所谈的 也就是因果的这个定律 我们看太上感应篇说 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 依人所犯轻重 以夺人算 算解则贫好 多逢忧患 人皆物之 行或随之 急庆避之 恶行灾之 算尽则死 那么这个就是指的天理 也就是因果报应的 这样的一个定理 人情呢 人情是包括人伦情义 五伦五常 所以在孟子腾文公当中 就有这样的一句经文 就是谈什么是人伦 这个人伦就包括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王法天理人情 是一而三 三而一 三者是一体 不可分割的关系 如果我们处理一个事情 只重视到国家的法律 制度 或者是因果的定律 而忽略了人情 那这个事情呢 就做不圆满 那么相反的 如果我们只顾到人情 而忽略了王法与天理的话呢 那么可能我们会感情用事 而失去理智 同样也会做错事情 那如果这件事情 我们人情也尽到了 那么也符合英国的定律 但是呢 对于国家的法律制度啊 没有充分的考虑到 这样呢 也是有所偏颇的 所以这个三个为人处事的原理原则 是三而一 一而三 我们方方面面都要顾虑到 那么关于人情 在太上感应片当中 还有这样一段话 骨肉之间 只该讲情 不该讲理 只理便伤情 伤情即非理 这是强调说 人伦之间 骨肉之间呢 这个情 要摆在理的前面 如果我们骨肉之间 我们太过于讲理 而不尽人情 那么就会伤了 这个亲人之间的亲情 伤情即非理 你伤了亲情 你再有理 这个也不是理了 好 这个是人情 那么王法呢 这是国家的法律制度 在周理当中也记载 反民同获财者 另以国法行之 犯令者刑罚之 所以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呢 在上古时期 这个周理就已经有所记载 那么我们 比如说我们到 这个法国巴黎 去参观卢浮宫 卢浮宫当中呢 就有一个石碑 叫做汉莫拉比法典 这个是很早的一个法律的条文 那么在特别是国外的 这个法治国家 对于这个法律规章制度 是非常重视的 好 那么对于这个天理人情 王法这三个方面呢 我们这节课的时间 已经到了 下一节课呢 我们继续啊 再来跟大家做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